从街头巷尾到生活百态,带您来欣赏陈田道的摄影作品 50年代,一个偶然的机缘,陈田道先生参加当时在台北市新公园所举办的人像摄影大会 从此历经半个多世纪,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,接连在国内外获奖无数 1960年,入围台北摄影沙龙年度十大作家金牌奖 1967年,获得日本富士业余摄影比赛精赏 次年更成为日本杂志特别介绍的台湾四位摄影家作品之一 这次展出的作品,主题包括街头巷尾、生活百态和陈田道在670年代表达利于美的无影系列 同时也有穿梭在新兴考场所拍摄的联考景象 并且包括过去这十多年,从自家楼城眺望海空俯瞰拍摄的高雄港都 此外还穿插它早年漫步于田辽乐世界处截取的荒芜之美 以及在后半身探讨抽象世界的秀之美 回味陈田道摄影展,借由展览回溯陈田道毕生的追寻 精选各时期代表作品共百福 引用陈田道自己的感言 得奖固然令人欣慰 将美好刹那,永久保存,则更为民族珍贵 十方新闻记者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